字幕製作人 字幕製作人 字幕 李宗盛 哈嘍大家好 歡迎收看汽車火鍋頻道 那我們看到7月4號星期六所開的數字有05 10 26 30 及34號 那我們沒有預測中 可是我們那個尾數起碼有中 這是不錯的好數 那我有0尾有抓到20 可是他是出現10跟30 那4尾24他出現34 那這個數字的話尾數都還不錯 都很明顯都還有 好 那5尾他出現是05 那我們選到是25 有時候這種就是這樣子 沒有一種 你是因為他運氣有關係耶 好 我們看一下7月6號星期一喔 今天有161期我們有什麼數字喔 首先我們看到 推薦應該是08這個數字 好 我們看一下08 好 首先為什麼推薦08 好 我們先看一下禮拜六 我開始以為說他會下來是8尾的數字 可是卻沒有 他是錯綜開是30跟34 這樣之下來 我都沒有注意到喔 原本我只有下8尾 那這裡有8尾喔 就像這幾隻 我覺得這幾隻數字可能都太熱了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啦 那可是我現在是覺得說他現在 都還是有這個尾 同樣這星期牌還是有下來喔 好 那我們看一下剛好說的 為什麼推薦08這個數字 好 我們看喔 0510同時下來喔 格旗也有08喔 那四尾的話 04有沒有可能性 我是覺得也是有可能性 因為05開這邊 04有可能 08也是有可能的 那再來 這個19的格旗牌 這附近都是還是有8尾 我感覺8尾還是很強的喔 有沒有看到啊 30跟34喔 可是我感覺它是8尾還是會帶出8尾數字下來喔 那我最近是推薦8尾頂8啦 那也是有8尾 像禮拜一的話 它雖然已經18了 兩次都是 星期一都雖然18的數字喔 那新期一的情況下 我可能就推薦 像26 186的226 它開出26喔 那這個 有沒有可能是開這個邊的數字 22跟23 你看 30也有喔 那我覺得21開這邊 在想一定會 這附近有可能就 有機會啦 223 也是我今天 有想要告知 就是會有可能也會這個下來 好那我第一個數字 推薦是08這個數字 給大家做參考 為什麼推薦08 39這邊 好我們往上看喔 你看喔 222 222 222有開出喔 他底下來 我有講齁 這18下也有222 就今天開出 他沒有開20喔 那可是 附近的話 不好意思喔 這附近可能就2122 所以我去抓2223的這邊啊 那 禮拜一的話 可能抓08 08可能性 剛好這邊的夾擊 05跟10之間的夾擊 所以我選擇08這個數字 好這一個數字 我選擇08喔 推薦給大家喔 那這邊推薦08這個數字 給大家做參考 08第一個數字喔 那再來就是 剛剛所說的 22跟23的機會 22跟23 剛好26喔 下來 隔期 現在這邊也是隔期下來 2223附近喔 在兩期內 26下來的話 幾乎都在2223 26下來 隔起來2223 跟18同時也是有喔 所以我覺得2223可能性就比較大 好 那我這一期 那我這一期 2223的機會 好 再來我們看還有什麼數字喔 好 好那我們看這邊 好我們看這邊的尾數喔 其實我剛也是有抓三尾啦 剛好三尾也是很久 那應該是抓23這個三尾的尾數 可以推薦給大家 那 剛剛有講的 八尾的話 推薦就08嘛 還有二尾的可能性也是有22 因為三尾的隔期 也是有22 也是有22 進幾三尾的尾的話 你看24隔期有22 你看24隔期有22 也都是有22 所以我才抓22這個數字喔 那這是我去做分析啦 這是以機率進幾期比較大的 那二下午 都幾乎會有22就出現 那這有三支數字 再還有什麼數字 好我看一下一字頭 一字頭的話我們看有什麼數字喔 一字頭的話我們推薦15跟17這個數字 好我們看這裡喔 好我們看這邊喔 為什麼推薦15跟17喔 19的隔期 15喔 這邊有19 要看一下那隔期會有什麼數字 可以抓 你看這附近的喔 我覺得這附近應該有機會喔 151617的可能性啊 那18 隔一期也是有17喔 18隔一期也是有可能有17喔 好有時候這個趨勢圖還是有它的好處存在 那我不敢說 你看它還是 不然為什麼這個趨勢 看它的走的方式啊 好我們再往上看喔 那15的可能性 好我為什麼說15有可能性 從15這邊看喔 123 隔三個 隔三起開出15喔 隔三起開出15喔 這15的可能性喔 那 18的時候 那這邊也是喔 05這邊看 123 有沒有可能15出現 好 這是我預估的啦 那再來就是有18跟19也是有呈現這個15喔 1415都有可能 有時候這就是 差 差平 旁邊的1號 這就差很大啦 那我們都只有抓5到6個數字啊 好 再來我們看會有什麼數字 那我這就推薦15這個數字給大家做參考 好 5位我要推薦15這個數字 好再來一個是17的可能性 我覺得17的可能性也是有 好因為從18 19 這一週沒有開 可是這週會不會有可能再開出17的這個數字 喔 這有看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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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隔期 那這個是剛好直接帶一下拖下來的數字 這 上禮拜6下來了 那有沒有可能17 往 這邊 這個趨勢走 那21所對應下來的隔期有17喔 21隔期也有17 好這互相對應 然後還有一個10 這互相拉扯之間有沒有可能 喔 這這個是 這邊可以看的 稍微可以看一下 留意一下17這邊好 我們再往上看一下喔 看一下5月份 我們看 18 21 這樣互相開玩笑 都還是有17喔 17的出現 你看 18 下來 格期都還是有17 26之間 你看 這附近幾乎是這樣一起下來的 好 不敢說沒有 你看 08 16 15 都是這樣的形式 有點像下來的 105 它這格期也是有17喔 105 那 所以不敢說沒有 那這可以做差參考啦 有時候這種尾數 雖然它同尾數 抓到同尾數也是有 比較準確 可是不知道是哪個 哪個 個別的數字 好我們也很想要抓準一點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 那我們就盡量能看到的 能夠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只是做參考去做分析的啦 好 那就是 推薦就是17這個數字 的可能性比較居高 因為18下 這邊走向 走向在這裡的方向會比較居多 好 所以那我也是推薦這個17 那有可能有0位20在這邊可以出現 也是有可能 好 那我們今天就抓5個數字給大家做參考 好 就再加一個17的數字 好 再玩就第5個數就是17這個數字喔 好那今天 推薦的數字就是08 15 22 及17 還有個23 這5個數字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預計大家都可以中獎喔 好晚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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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雪 翔